什么是系统思维 我们继续介绍比特圣级的第五项修炼 今天我们介绍系统思维的第一步 叫心灵的转变 什么是系统 系统是由一组相互连接的要素 实现一个目标的整体 所以系统思维是一种整体思维 它的特点是以整体 动态和关联的方式 来看待事情和问题 而要做到系统思维的第一步 是要心灵的转变 系统思维和常规的逻辑思维不一样 逻辑思维是基于静态的 线性的单向的因果关系 而系统思维的第一个公理就是 每一个影响的作用 即是因也是果 有的是说 站到系统思维的角度 果和因不是单向的线性的关系 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很关键 大家需要认真的听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常用杯子去接水 当我们开启水龙头 往杯子里面接水的时候 在这个简单的动作里面 其实蕴含了一个系统 但是我们通常理解是单向的因果 我领开了水龙头 然后杯子里面的水位上涨了 水位到一定的位置 我们就关掉了水龙头 系统思维首先就要打破 这种单向的因果关系 往杯子里面灌水 我们会认为 是我的手领动了水龙头是原因 而结果是 杯子里面的水位上涨了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但其实这只是这个动作的一半 我们只是站到了自己的视角 看到的情况 而另外一半系统是 杯子里面的水位 其实也控制着我们的手 杯子的水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 我们的手就停止了 扭动水龙头 那到底是我的手控制了水位 还是水位控制了我的手呢 其实都不是 因为还有一个更完整的系统 这就是在我的手和杯子之外 有一个意图 这就是我想灌水的目标水位 对这个目标水位的意图 才是我们这个系统的目标 是它影响了我的手领水龙头 也影响了水位到什么位置 我们就会关掉水龙头 换句话说我的手水龙头 还有杯子以及水 这只是这个系统的要素 而这一连串的动作 就是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而系统的目标 就是我内心有一个目标水位的意图 是意图导致了整个系统的结构关系 是结构关系带动了具体的行为 重要的不是手水龙头杯子和水 而是我内心的这个意图 当目标水位达到了系统的目标之后 那这个动作就结束了 对这个小小的系统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 仔细思考一下 其次在这个思维过程里面 有一个意识被打破了 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 或者说个体的视角 我们常常把自己 也就是把我 看成是某一个行为或者活动的中心 比如说我往杯子里面灌水 这里的主语是我 好像是我在操纵这个水龙头 往杯子里面灌水 但是实际上也可以反过来 实际上是这个杯子里面的水 控制了我的手 这就是查理蛮格说的 当一个人手里有锤子 他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钉子 实际上不是因为世界上有钉子 而是因为我手里有锤子 限制了我的思维 让我把外部的世界都看成了钉子 或者说我只看到了钉子 手里面的锤子帮我改变了世界 但是实际上锤子也改变了 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控制了水 反过来水也控制了我 要素和系统 人和自然 其实都是无法分离的 是相互影响的 但是我们大多数情况 只会看到单向的因果关系 同时在这种线性的因果关系里面 也会让我们倾向于认为 任何单一的问题 都是由单一的原因所导致的 结果就是结果 原因就是原因 但是我们忽视了 原因和结果 其实是相互影响的 比如在大街上 两个人因为一些口角 逐渐演变成了一场互殴 双方都在指责对方 从线性思维来看 我们总要找出第一原因 第一责任人 但是当我们跳出两个人互殴 我们会发现 他们可能都受到了 另外一种观念所控制 这个是要赢得对方 在这种观念 或者意图的影响下 双方你来我往 从简单的口角 发展成为了互殴 但实际上 赢得对方这个观念 就像开始 我们往杯子里面灌水 那个意图的目标水位一样 影响了我的手领动的力度 以及水位上涨的速度 看起来是手和水的博弈 但实际上 是我的意图在背后 影响了他们 就像两个人看起来在互殴 但是站到第三方 你会发现 他们都被一个观念 比如说赢得对方 或者说不想输 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动作 这就是道价思想老子说的 无为故无败 无值故无失 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的 其实不是事情本身 而是我们内心的观念 和看待问题的视角 如果我们执意要控制什么 那么反过来这个东西 其实也会控制着我 当我们放下了这种执念 我们才能够跳出 系统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如果往更大的系统说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孙子兵法中说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工程 其实不管是伐交 伐兵还是工程 都是具体的行为 如果还是占到竞争博弈 双方去看待战争 你的视野就会受到局限 而占到更大的系统看 真正的好的博弈和竞争 不是要短兵相接 不是要你死我活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短期的行为 或者说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行为 真正重要的是改变思想观念 也就是说上兵伐谋 通过谋略和思维的转变 才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赢得竞争 甚至让对方都不会产生 想要输赢的想法和意图 你才真正的赢了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孙子兵法中说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已 重要的不是行为 而是思想观念 在一个系统里面 重要的往往不是要素和关系 而是系统的目标和意图 而目标和意图常常就是一种观念 因此系统思维最重要的 就是通过这个目标意图观念 去看到更大的系统 从而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而要看到更大的系统 就需要我们心灵的转变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系统思维的第一步 心灵的转变 或者说观念的转变 视角的转变 希望对你有启发 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期内容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